大家好,今天用土豆给大家分享一道特别好吃的家常菜 做法简单,开胃又下饭 大家一起来看看我是怎么做的吧 准备一个大一点的土豆 用去皮器去掉土豆的外皮 去皮洗干净的土豆 用刀切成一厘米厚的片 再给它切成粗粗的长条 最后给它切成大小均匀的小方丁 都切好后放入大一点的碗里 加入适量的清水 把它抓洗一遍,洗掉上面的淀粉 然后控水捞出 再次加入清水 给它浸泡五分钟,防止氧化变黑 再准备半根胡萝卜 给它切成一厘米厚的片 再切成粗粗粗的长条 然后切成大小均匀的小方丁 都切好后放入盘中备用 再准备一块粗了皮的生姜 再切成大小均匀 再切成大小均匀的条 最后给它切成小丁 都切好后放入碗中备用 再准备几个蒜头 用刀用力的给它拍扁 然后给它切成小块 都切好后跟生姜放在一起 再准备一把洗干净的葱板 给它切成小段 切好后跟生姜蒜末放在一起 再来准备一块瘦肉 先横刀给它片开 然后再切成大小均匀的长条 最后给它切成小丁 都切好后放入碗中备用 再来准备一个青椒 给它去蒂 再把它对半切开 给它切成粗粗的长条 然后再切成丁 都切好后放入盘中备用 先来调点料汁 碗里加入一勺生抽 一勺香醋 小半勺料酒 少许的食用盐 少许的白糖 半勺淀粉 加入适量的清水 用勺子把所有的调味料搅拌均匀 搅拌至所有的调料化开 像这样就可以了 放入一旁备用 锅里加入适量的清水 水开下入土豆丁 胡萝卜丁 用肉勺给它推拌均匀 给它焯水一分钟 这样使它更爽脆 煮好了 控水捞出 起锅烧油 油热下入肉丁 用铲子快速的来回翻炒 给它炒至变色炒熟 然后下入葱白蒜末姜末 用铲子翻拌均匀 炒出葱姜的香气 然后下入土豆丁和胡萝卜丁 用铲子把所有的食材翻拌均匀 炒至断生后 下入青椒丁 再淋入刚才调拌好的料汁 开大火用铲子 给它们炒均炒匀 把所有的食材炒熟炒出香味 像这样汤汁也变得粘稠了 就可以出锅了 好了出锅装入盘中 一道香烹烹的炒土豆丁就做好了 这样炒出来的土豆丁 爽脆可口 营养丰富 特别好吃又下饭 做法也是特别的简单 喜欢的朋友可以收藏起来试试吧